3 2 3 晃晃愛粉絲同樂會 晃晃愛能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一部偶像劇 是的應該算是 那個什麼的第二集啊 不要辭窮 昨天講遇到愛啊 不是啊 雖然都是林荷榮老師 雖然都是林荷榮 惡魔在身邊 惡魔在身邊第二集的感覺 應該也不算第二集 應該是原班人馬連導演都沒有換 但是劇情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不一樣 周璇在那兩個兄弟之間的這個劇情 那周迅有來嗎 周迅 他說周璇 周璇是周迅的 表姐 駐隔壁的 哦駐隔壁的 大家有沒有看幻幻愛 有沒有 好不好看 好看 來訪問一下對 麥克風在哪裡 請問你喜歡的是王傳一嗎 呃不是 楊傳一 那你喜歡他什麼 你為什麼喜歡他 嗯 喜歡他 嗯 敬業精神吧 工作 工作態度吧 那你會學楊成林嗎 你們有試圖在家裡 房間裡面照著鏡子學楊成林嗎 你問我那你學 我學他 你說那你會楊 你有學楊成林嗎 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子 欸你會算命嗎 不會 你看我 看起來 是會放下算命的那種 看風水的啦 看起來很會放下算命 你看我叫他唱一下楊成林那個 你會唱曖昧嗎 曖昧嗎 曖昧 會嗎 會啊 那掌聲給他鼓勵一下好不好 曖昧讓人受盡委屈 找不到相愛的證據 適合是該前進 你要避你這個人 總是該放棄 他陶醉了 連擁抱都沒有勇氣 不錯啦不錯啦 厲害厲害 有帶兄弟啊 好 演進的這個陶醉了齁 你還要嗎 好一起來歡迎晃晃暗的主要演員 楊成林 王山一 二甲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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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呢 再跟大家來聊一下這一部新戲 在裡面是 是要傳達什麼樣的內容給觀眾朋友 每一個人的角色 對 從這邊好了 特技場這邊 小美這邊開始 在戲裡面就是演貨達 然後我在戲裡面也是屬於比較 輕瘦然後叛逆一點的角色 然後會 就是那種 也很附贈一感 然後 也是很深情的 可是深情的時候 就是當他 真正愛上女主角的時候 才會很深情 那他裡面蠻搞笑的 那平常就是很 比較搞笑調皮一點 有 而且這部戲我覺得比較 可以讓別人去 開心的一個 一個環節就是 因為我們後面有那個 NG畫面 對啊 我覺得那個還蠻好笑的 這看完一部戲之後 你後面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在幕後的一些工程內容 我覺得蠻好笑 這樣就很北蘭啦 哈哈哈哈 拿拖鞋打就直直 真的變了 真的 很好笑喔 他那一段很好笑 因為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在被拍當中 就是 因為原本我是很帥帥的 要幫他對詞 對 可是我不知道我在 真的action的時候 有人在側拍我 哈哈哈哈 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脫鞋子 竟然會打到這個 我其實還有看到他了 然後只能騎摸摸摸摸 在那邊要被他載 我給人家載啦 對 那一段也蠻有趣的 結果我們都聊一些幕後 對啊 我們要講那個 對 對 霍達 我講完囉 我在裡面 我是演童家蒂 是個二十歲的女生 平凡窮苦 然後 就是比較悲觀 但是行為很積極 我覺得這點跟我很像 因為我也是那一種 把所有事情做最壞打算 但是 又很積極的在 對未來有一些想法這樣子 我覺得有一點點像啦 然後沒有像之前惡魔在身邊 這麼多表情 除了那種幻想的畫面 對 對 那我是演霍燕 然後是霍達的哥哥 但是我們是同父異母 對 但這個角色比較 其實剛剛我們陳寗在講的就是 我們當初在接觸這部戲的時候 就導演找我們開會 但是很怕是說 演得跟以前一樣 對 那其實家蒂跟霍達 可能比較跟以前會有雷同 但是霍燕跟我之前的上元儀 你其實差很多 他一樣 就反而演得一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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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是要跟爸爸 拿劍道來比賽 沒有沒有 他很好看啊 我真的我愛看偶像劇啊 你幹嘛大過年的 我在家沒事做欸 你大過年講話 其實他最厲害的是掉袋子 喔 這都有買 我都會看 我真的我愛看偶像劇 我也有看轉角啊 應該要看的啊 對啊我們都會看 演得很好 什麼 你趕快介紹一下 對話 趕快介紹一下你的角色 然後我的角色就是 厚燕馬 然後是百貨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跟霍達比較大的差別是 因為我是被撿來的 撿來 他是被賣到那個家的 被賣到霍家的 對 所以我在 揣摩內心的個性上會比較 內斂一點 他不 他不太會 像小美的個性是 不爽就不爽 比較衝動比較直接 對對對 但是在裡面你有感情戲嗎 有啊 像惡魔在身邊就好像第二集 我就已經和賀君翔就是是一對的 然後一直到最後 但是這一部戲 第二集還沒有一對 因為情書他也沒 他已經撿走了 沒有啊第二集的時候已經 很清楚欸 大過年的 很厲害喔 被人家講走我不知道怎麼回應 但是這一部戲就是真的是三角列 應該說嚴格說起來是四角 因為另外還有一個角色是 喜歡他 但是他喜歡每個人 我喜歡他 他那個喜歡 顏書喜歡我 我喜歡他 他喜歡他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下面 我們有這個分析表 嘿嘿嘿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我跟兩個人的互動都非常的多 之前跟傳遺的就真的非常的少 對 比較多 對那所以呢今天呢來到我們這個粉絲同樂會這邊呢 就要跟歌迷玩很多遊戲 好 首先我們要玩的第一個單元叫做是 真心話大冒險 真心話大冒險 那是我猜啊 對 對 錯錯錯 首先帶來是什麼 別的 真心話大冒險